各位所有大家好 我是喜悦小老头 我们继续联写顺庭书谱 我们看这一个字 这个字它其实是这个醇字 这个醇 与这个醇是相通的 这个醇 这个是 酒的味道比较醇厚 这个酒味很浓 那么呢 这个是这个礼字 这个酒 酒之旁的一个礼字 这个是 这个酒 比较淡的那种酒 也就是说 醇里以前 这个书分的变化 就像跟这个酒 不同的酒一样 比较厚的 味道比较浓厚的酒 演变为 这个酒味比较清淡的 比较甜美的 这个礼字其实是 很甜的那种酒 这个 也就是这个 对应的就是这个 比较古朴的书法 以及 比较严美的 书法 这个书分 它是处于一种 在演变的一种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三点水 那 那右边 这个享受的 响字 这个潮法 就是这样的一个潮法 比如说 一个锅字 锅 东郭先生的锅 那么这个锅字 那么它就是 就是这样子写 过来以后 过去右边 这是一个 这个耳朵 当然 这个字 和一个潮字 差不多 潮字 它这个 这个招字 它也是这样子 它左边这个 它也是这样子 一种写法 招气奔波 招次 白地 裁员建议招 所以 这个 会比较容易搞错 知情基本上 是一样的 就是看 这个使用的这个环境了 那么我们这里 把它写一下 然后过来以后 写起来 这个要把笔 顶起来以后 再把它写过去 这里面 注意里面 这个是方的 这个 这一个勾 勾起来 顶起来以后 再写 这个勾很容易 出现问题 有不少人 这样子在写 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 这个书谱里面 它这个特征就是 把它盯起来以后 再把它写 再把它写过去 那么我们存置 把它写一下 点 这个下去 把它提上来 把它写过来 然后写下去 顶起来 然后再把它写过来 那么我们写的快了 就比较方便了 点 下来 上去 就是这样子一个写法 好 我们看这个里字 里字的话 它左边 是一个油字 右边 是一个离开的 里字的简体字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那么它左边 这个油字 它是这样子过来了 过去以后 就这样子写 那么我们喝酒的酒字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这个酒字 就这样写 就不会错 那右边这个里字呢 它是写成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需要记住的 就是这样子一个写法 这个是约定俗成的 那么一个离开的里呢 一个离开的里 它是这样子写 那么右边 还有这个锥子放在这里 那离开的里 就会这样子写 就这样子写 这是离开的里字 那我们刚开始学草术 有的时候就会比较 那个 比较痛苦 要需要这个草字 要认得 要记住 而且你草字这东西 你不能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它这个 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字了 这个里字 那这一个左边这一部分的粗一些 右边这一部分细一些 那这个起笔高一点 一个点 两个点跳过去 那注意这个地方 你适当的用一下这个笔肚皮 那我们看 这个点跳过去 以后这个点 用笔负按下去 然后又弹起来 那这个 我经常说要用到笔尖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到笔负 这个毛笔的性能 我们要充分把它发挥出来 这个点 这个点过去以后 抬上去 其实这个部分 在这个部分 已经用到笔负了 然后这个过来 这个压下去以后 再抬起来 这个地方 它也用到了笔负 就是这个笔头 以上的这一部分 笔头以上的这一部分 要用到的 然后我们在这一个笔画 把它下来 上去以后 再下来 点 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那么我们把它再写一遍 所以这个横是仰的 下来 跳上去 所以用到了一下笔负 过来 点 成立件的理质 我们看这一 这个一的话 它这个线条 比较粗 它这个粗 它略 在圆后当中 你又略先 这个扁平 但不是说 所有的线条 都是圆后的 那么它这个用笔 是怎么一个过程 它这个 下去以后就走了 你看 这个时候 它这个笔头是朝左上的 这个下去以后就走了 这个笔头是朝左上的 然后呢 它这个收笔呢 它是往右下收笔 把笔拿起来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 它这个落笔是这样子过去 这个一瞬间 它是中锋的 这个行笔过程 它就是撤锋的 它就是撤锋的 然后往这一边 提起来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笔头 它又是朝左上的 它又是中锋的 那就是 压根这个 其实这个笔尖 这个方向 它就是没有变 这整个行笔当中 你这个笔封没有变 但是在行笔过程 落笔过去 再收笔 这样子一个过程 你就是 因为这个 用笔的方向的改变 是它这个 有中锋 测锋 中锋 这样子一个改变 我们把这个 把它写一下 过去了 过去 然后这个把笔 收起来 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一个写法 其实在唐代 来自于在近代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 这个用笔的条条框框的束缚 这个字形呢 它也是随着这个毛笔的运行方向 这个毛笔 笔头 它这一个封面所处的位置里 在不停的在进行调整 所以说这个也发生了 这个毛笔用笔方向的改变 也就是说笔头封面的 这个位置去取决于这个毛笔 接下来用笔的这一个状态 毛笔用笔的状态 就决定了这个 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用笔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笔式 这个笔式 这个在某一定程度上的 这个影响了这个字的一个造型 所以说 这个字的造型 它其实是和用笔的过程 是密不可分的 它不是说总是在这个唐代 近代 它这个行草书 它不是强调一定要非要中分 或者非要怎么样怎么样写 它这个是用整个 对这个毛笔笔分的使用 它是非常随意的 这一点我们要在学习过程当中 你慢慢要体会 好 这是一个签子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班签的签 这个在古代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子写 这个就是神仙的仙子一样的 这样子一个写法 那么这个很容易理解了 横幅过来以后 这个注意 这个空当力是比较大的 好 这个往右边跳起来以后 再写这个过来 竖 下去 这个地方非常的随意 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个用笔的动作 它就这样子过来 我再把它写一下 横幅 下去 收到笔尖上 然后再过去 过来 点下来 过去 它就这样子一个写法 那这个 整个用笔过程就很简单 但是你必须得控制住 这个笔和纸之间 你要不要让它打滑 你就这个毛笔就控制住了 你笔和纸之间 这个是如果始终处于一种打滑状态 或者毛笔笔分始终处于一个方向 不知道怎么样去调整的话 这个用笔可能说不定会有问题了 最终就是这个用笔 最终其实也是一种毛笔 对这个笔分面的一种控制 看你这个封面你怎么处理好 那么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